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阿比达安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一时间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来信 都表示非常的担忧 寝食难安 睡不好觉 什么事呢 这个俄军在乌克兰战场 好像战败了 在东北部一九姆跟哈尔科夫方向 这个俄军损失惨重 然后又说 这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议员 联名上书要求普京下台 要求他总统辞职 然后说一个克格勃的特工 指挥了战斗 打了败仗 现在总参谋部 一些军方都要把他赶下台了 怎么怎么样 一时间说得人心惶惶 给人感觉好像他妈的乌克兰军队要 不仅是把乌克兰的这边的俄军全歼了 全歼以后要攻到莫斯科 从莫斯科一路向东 要打到北京城下了 一时间中国也得亡国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 网上就是这么一种氛围 那么首先一个 大家要知道 这完全是扯驴带 无稽之谈 很多网友都说 哎呀老兵我给你发现了图片 你看 每个和莫都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 连卡多罗夫都说了 哎呀我们会夺取在哈尔科夫市区的这个土地 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呢 大可不必 太放在心上 因为刚才啊 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卡特尔这个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 它是最中立的吧 有点平西方的 那么再加上俄媒的很多报道 现在在尼布拉伊夫方向跟哈尔科夫方向 已经歼灭了4000乌克兰军人 今天没4000乌克兰军人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他妈是放口袋证呢 懂吗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这个赫尔松大反攻 所谓的 这个 叫做 这个哈尔科夫一九母 哎 我的 大家要知道 你到现在 为什么有这网友说 老兵你好像不太说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没法说 为什么 咱们从军事战场上的 这个程度上来讲 三四五月份已经结束了 现在你去看 内外网各大军事up主 纯军事up主 他们他们就是在那边说战术 什么什么打法的 他们都没办法去说 很多军事up主就说 这是一场政治战 没啥可说的 就战场本身来讲 没值得什么 没值得什么讨论的 为什么 俄军的战略总目标是什么 俄军的战略总目标 是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这是第一位的 就是消灭乌克兰军人 那么我不管说我退到他妈的莫斯科 还是他妈的退到远东 我只要把这个 乌克兰的军人给他全监了 我的战略目标不就完成了吗 解放顿捏斯克跟解放卢干斯克 卢干斯克不是已经解放了吗 顿捏斯克已经解放了85%了 那这有什么好多去讲的呢 他的目标是 最重要的目标是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也就是把这25万左右的乌克兰军人 全部给他消灭掉 应该一个都不是 这个是他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 俄罗斯的目标不是吞并乌克兰 俄军的目标也不是吞并乌克兰 是你乌克兰 泽连斯基继续当你的总统 但是你是没有军队了 你继续当你的总统 但是你无军队可以用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 跟中国伊朗团结起来 打掉以美国为首的 昂格罗斯克逊小圈子的 对全球的霸权 用立刹处的话讲 就是要干掉他们的霸权 迫害以及强权政治 这个是总的这个目标 所以说这个仗 那么我俄军我压得太靠前打 你乌军他妈的就是躲 就是说白了 你乌军全部跑到北约 毛子就不会再去打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没什么好处啊 那我要假装我被你 给他妈的打了 很惨 哇操丢盔气角了 你乌军追出来了 你有追的这个动作 你有所谓的反攻的这个动作 我浪了 以后你去看那个军事分布图 俄军他明显是扎口袋 抓口袋 然后乌军进来 今天你就可以看到 这网上都已经曝光 四千多乌克兰军人被他妈 尖掉了 那半个一个一个旅的 他妈作战单位 就就被消灭掉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有什么好的 大惊小怪的 所以说就乌克兰战场 本身来讲 根本就没有什么 好值得去说的 你不管说他毛子 今天卢干斯克 敦尼斯克他都不要了 我他的目标 只要我只要我不要 你乌军过来 你只要出来 我引车出动 我就消灭掉你 对吧 我就慢慢打 毛子如果真的要 打这场仗 要速战速决的话 很快的 对吧 速度很快 他根本就是 他的重型武器 有在这个地方 大规模的这个推进 没有啊 全都是他们 清步兵在这里 练胆的 练战斗经验的 练完以后是将来 有一天 如果跟北约 爆发武装冲突 是玩跟北约玩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毛子 俄军的 对吧 目标是什么 他的战术 他随便都可以去变换 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的心态 我就举过和一个很贴气的例子 那当年张国华 对吧 指挥这个 指挥对应自卫反击战 那陶尔中将一开始上来干 那张国华在中印边境线 做一个 只做轻型抵抗 只做轻型抵抗以后 然后 被印度给这个追 都逃到他妈的这个日喀泽这个地方了 印度都追到日喀泽 马上都要到拉萨了 突然之间 印军的中印兵型的后路被我们给切断了 然后被扎口袋在里面全间印军 然后 陶尔中将丢盔弃甲一路突围出来 逃回新德里 我们一路追到就达到新德里 就达到新德里 如果那这个过程 它有一个多月的一个过程 按照现在我们的舆论上来讲的话 我操那你张国华傻逼啊 我操要亡国了 你不就是这种状态了吗 是不是 这叫战术打法 所以说我们那么激动干什么 有什么好激动的 很多网友感觉就是好像被那篇文章给带节奏了 哎呀俄罗斯完了中国怎么办 俄罗斯完了没有 俄罗斯完了完了没有 刚刚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打电话给书拉基米尔普京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俄罗斯两国领导人进行电话和通话 克林姆林根公称 普京与马克龙举行电话通话 讨论保证扎布罗勒核电站安全的问题 克林姆林根公通报中称 应用法国方面的倡议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法国总统 埃马尼埃尔马克龙进行电话的通话 就乌克兰局势详细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重点是保证扎布罗勒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克林姆林根公称 普京在与马克龙的通话中强调了 对基辅施加影响的必要性 以便立即停止对扎布罗勒核电站的炮击 普京在与马克龙电话交谈期间表示 基辅当局利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继续有目标的袭击顿巴斯地区民用设施 普京和马克龙表示 愿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 就扎布罗勒核电站局势 准备进行非正式化的合作 非正式化的合作是啥意思啊 为啥要有合作啊 如果普京哎现在已经已经被打败了 那马克龙跟他打个屁的电话 还他妈主动要去跟普通普京去去通话 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是不是你已经被我打残了 毛泽的目的是保证在这个地方 持续下去打拖到冬季 对吧目的是把你欧洲给搞垮了 今天我又看到了奥地利又爆发了 反政府游行打示威啊 大概三千多名是这个奥地利人 对吧奥地利作为一个中立国家 奥地利人都受不了了 他还是跟毛子关系 还是在继续用卢浦支付天然气的哦 他是乖乖用卢浦支付天然气的国家也爆发了哦 中东欧的国家都是吃不消的 明白吧 那如果说这个打了肾脏的话 那为什么老百姓还要闹事啊 你这油价气价下不下去 那毛子挣那个盆满钵满 那他那不是笑到最后吗 至于乌克兰战场 很多人不要有那样的思维啊 就觉得这个俄军就是一定要把乌克兰给吞并了 这个他从来没这么说过 他只是说 我的目标是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然后顺便再解放卢干斯克跟顿尼斯克 仅此而已了 你扎布罗勒核电站 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是普京在玩他妈西方的 跟他妈泽连斯基在这边搞配合的 乌军每次对扎布罗勒的攻击 这个炮都打不准 这个炮都打不准 都是打到这个厂 这个核电站厂子外围 都打到外围去 大家想想看 你相信从2月27号 泽连斯基到现在跟普京没有打过电话 通过话 我就不相信了 啊 说不定泽连斯基 大家要知道 泽连斯基这个人啊 他很复杂的 这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 你懂吗 哎 中国栗战书都在俄罗斯说这样的话了 从俄乌战争开始到现在 泽连斯基有屌过习近平吗 有批判过中国吗 好像没有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即使这两天栗战书在俄国都说这样的话 就是公开的支持这个俄罗斯 我们很高兴看到俄罗斯没有被西方的制裁给搞垮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就是在于乌克兰啊 他这个里面一些事情一些门道很复杂啊 大伙都是在这个地方搞利益的 所以说美国俄罗斯中国都是不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 因为大伙都在西欧洲呢 这两天江苏啊 江苏北部主要都是化工企业 利润都达到百分之两百 九月份啊 才刚开头几天 很多的这个重化工企业这些大厂子都说 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了 完成到九月份已经完成全年全年目标了 为啥 欧洲的竞争同行都他妈的在倒闭关厂子呢 老兵跟你讲的德国他妈 两三万个厂子他妈的倒闭关掉 熄火不是开玩笑不是标题党 不是在吸引你的眼球 事实知道巴斯夫为什么在广东湛江要搞个一百亿欧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笔外汇投资吗 为什么 那么耐克这么他妈被中国人他妈踩在脚底下 而且阿提达斯还要在中国追加五十四亿欧元的投资 原因是什么 高企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没办法买出工业生产了 懂吧 他没办法再买出工业了 工业没办法用不起电 用不起这些燃料了 所以说中国 这个很多的欧洲的厂子都迁到中国 美国对欧洲是金融收割 收割欧元金融收割 毛子呢在欧洲这边挣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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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油气啊 这个这个票 中国呢在这里在这里吃肉的 啊 大家明白吧 中国俄罗斯 这个 美国联合起来利用乌克兰战场来框欧洲 那泽连斯基 他跟中国俄罗斯美国三方都保持的联系密切的关系 冤大头是他们欧洲这帮傻逼 你看德国外长还是傻逼的跑到乌克兰去说要支持乌克兰 这不就是执行美国的命令吗 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吗 还傻逼呵呵的往那边跑过去呢 所以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打电话给普京 你打一个电话你得浪力啊 你得先通过你的助手说 哎 这个电话打过来你法国浪什么力给咱们 对吧 乌军每次去攻击扎波罗勒核电站都他妈炮都打在外面 没一次都打不中那个那个核电站 你相信吗 啊 他还有的美国海马斯高精度的这种炮 懂不懂啊 这地方如果核爆了那欧洲就得恐慌就得吓死了 普京在这里玩玩这种攻心战呢 哎 这地方我在看着他老是在在打炮 你看到没有这地方要核爆了 那马克龙不得紧急跟普京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 那一打打一次电话那你得浪力啊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乌克兰这一幕舞台剧话剧就在这里表演了 哦 然后他告诉你看你看哎呀他反攻了哎呀 你看把这个一九母给攻下了哈尔克夫攻下了 马上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说既是这个敌人 但即使是敌人也是有一些政治上合作的一些成分在在里面的 大家懂我这意思吧 对于泽连斯基来讲死的都是你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 不是我犹太人无所谓 对吧 你们去死吧 啊 去死绝了 啊 说不定有一天我可撒啊 韩国还还能这个复辟呢 大家懂吧 啊 那这边哎呀这边有好处咱那配合普京一下吧 去捞捞点钱 我这边顺便也额一额额额一笔欧洲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俄欧战争 至于你说什么逼宫让普京下台更是无稽之谈 啊 更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 哎 你他妈的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军方这些军头全是普京亲信 他的这些情报谍报机构里面全是普京亲信啊 死的那些所谓俄气的那些老老总这些人很多都是反普京的 那普京搞这一套他是最擅长的了 所以普京的权力很稳固啊 有一些反对他的声音也很正常 这些人他都是反对派 反对派反对派反对派 我不就是搞反对的吗 对不对 俄罗斯他是他不是一个 沙皇国家 他是一个民主的一个 是有有这个反对的 可以立设法当中 允许成立反对他党的多党政的这么一个国家 多党派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说这个很正常嘛 那他下台这种声音又不是一天两天呢 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率百分之八十 当总统的时候投票率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七十 那还有20%到30%反对他的 很正常吗 按照总人口的占比来讲 还有毛泽 俄罗斯大概1.3亿人吧 这要算下来的话 我就算他30% 还有将近4000万人是反对普京的 可以不 很正常啊 对不对 那还有他们8400万人是反对拜登的 那不是照样做总统吗 这有啥呢 所以这种都是认知战 大家别信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朋友 大家喜欢你的电视剧故事 谢谢